主料,鸡胸肉2块,面包汤,辅料,鸡粉,白糖半勺,生抽,好油半勺,胡椒粉,香油,辣椒油,盐,自然粉,辣椒粉,水淀粉,一鸡胸肉解冻好心肝多余的水分,二切成均匀的丝不要太粗,太粗的话炸出来口感不会太好。 三鸡粉,四白糖,五胡椒粉,六生抽,七号油,吧,辣椒油,这个是自己做的,油鲜肉葱,香菜,胡萝卜,苹葱,洋葱,葱头,苹果,大料,香叶小火炸一处香味,浇在放了芝麻的辣椒面里面,味道特别棒。 盐,这个只要放一点点就好了,因为之前放的鸡粉生抽都是咸的,放入一点香油用手抓匀,那个人觉得用手抓的会更入味一点。 放入水淀粉再次抓匀,然后放入冰箱腌制两个小时,均匀的裹上面包汤,油锅八成热下入鸡柳大约一分钟捞出来撒上孜然和辣椒粉就可以了,烹饪技巧。 腌制的时候特意放了一些水淀粉,这样的话裹面包汤,的时候裹得会均匀一些,不会因为干而裹不上,而且炸出来的鸡肉不会干,会很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